你好啊,我是少年 家有儿女这部剧,人尽皆知 可不知道家有女友这部剧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不要着急,拿好半凳 看看别人家的女友如何相遇的 腾井夏生是一名热爱文学的高中生 品学建议的他在幼年时失去了母亲 因此,对年长的女性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一次在学校天台上 见到新商量的英伟老师杨菜 对方年轻漂亮脾气好 温柔的身影深深吸引了夏生 夏生根本无法抵挡杨菜老师散发出来的魅力 竟在不知不觉中坠入了爱河 但是,师生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云照这是一份禁忌的爱 但夏生着实被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最后听了好友的话去参加一场联谊 虽然不得不承认这场联谊的女孩都长相甜美可爱 可是夏生还是无法忘记杨菜老师的身影 不过,他发现在这聚会上有个女孩也沉默寡言 交代后得出了对方的名字叫刘依 夏生发现他竟然和杨菜老师 有着几分相似 但竟然不同的性格让夏生并没有多像 随后,刘依突然开口问夏生 要不要先离开聚会 每年邀约,敢问谁能抗拒 阿推,炸烂 谁知刘依带着夏生来到他家 然后主动请求发生关系 这种情况有点耐能寻味 因为也许是个陷阱,也说不定 可即便是这种神圣的事情 刘依的脸上也没有丝毫的表情 他用那些和他炫耀显摆 体验过成人世界的人 懵懂了他想要得到答案 他不屑就请教那些人 于是打算自己体验尝试 两个情感朦胧的青少年 就这样发生了邂逅 在事后 刘依的眼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还告诉夏生 下次见面就当互不认识吧 可命运的迟轮已经滚动 两年的缘分并不会就此中断 一天 父亲一点羞涩地告诉夏生 他打算再婚了 后妈也已经到家门口了 不知道夏生肯不肯见一面 结果那夏生意想不到的是 后妈的女儿竟是杨菜和刘依 难怪之前觉得很像 原来 他们是姐妹 就这样 暗恋了老师成了自己的姐姐 发生过关系的同学 成为了自己的妹妹 哦呦 于是 家有女友的故事 到这里也算正式展开 在得知了后妈 竟是老师和刘依的妈妈后 夏生几乎是举双手赞同父亲才婚 而因为家里新天成员 所以父亲决定搬到更大的房子 本台就带人温柔的杨菜老师 因为夏生变成了自己的小弟弟 于是显得和夏生更加的亲近 还要求他不要叫自己老师 要叫杨菜姐姐 但刘依却不承认自己是夏生的妹妹 一天杨菜因为搬家开心 而喝了太多的酒 对新爸爸和夏生都设防了他 便在沙发呼呼大睡 看着自己喜欢的老师 夏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 追求 并缓缓地靠近了老师 但是 却被刘依给看到了 不过刘依却没有责备夏生 而是认为杨菜传成这样也有错 这件事就像成了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后来 刘依转学来到了夏生的学校 因为性格问题 根本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 不过 在夏生的帮助下 同学们发现刘依并不是不爱说话的人 相反 刚刚夏生和刘依上演的小剧长 拿着为了人蓬腐打笑 刘依对夏生总有话可以说 可对其他人总是你问我答 同学们的主动 让刘依有些不知所以然 但他对夏生的观点 也在这一刻发生了改变 等到晚上 夏生要去洗澡 结果 就没注意一世有人 刘依没有在意 毕竟两人已经发生过关系 他反而让夏生进来询问 昨晚为何要亲姐姐 也是这一次交谈 让夏生知晓的杨菜 经常去天台 是因为有心事 不过 有一看夏生不知晓 也不愿意告诉他 可是后来 在好友那却得知了杨菜 做小三的秘密后 不容接受这个结果的夏生 立马去质问杨菜 对方原本还想隐瞒 但夏生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将自己的发现全部说了出来 难道 这就是所谓大人的苦衷吗 杨菜最后承认了 但他还是以大人的事情 想要赶夏生出去 不过夏生这一次 却鼓足了勇气 稳住了他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杨菜食了危机 于是甩了夏生一巴掌 但回过神来 却将他推倒在床上 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反击 因为夏生现在的眼神是慌乱的 之前的强吻 也不过是成能所出的事情 随后 他起身开门暗室 让他离开 隔天 夏生就给家里留下了纸条 去同学家住一段时间 这反而让父亲误会 以为夏生对他在婚很不满 幸好刘一知道夏生会去谁家 便带着睡衣过去找他 没错 刘一大概知晓了夏生离家的原因 于是 也和杨菜发生争执 离开了家 但很早之前就想让杨菜 结束这段感情 不过这总是被反驳 大人的世界你不懂 你没有体验过之类的话 等等 让刘一压口无言 这也是留意之前 为什么会和夏生发生关系的一部分原因 不过 在好友家里 他们三年开始商量 如何让姐姐离开渣男身边的计划 首先 他们开始每天跟踪杨菜 因为对方是有妻之夫 所以杨菜也没有那么平凡的和对方见面 可连续跟踪了数天 都没有发现杨菜和哪个男生见面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执行计划时 踏破铁鞋 无名醋 得爱全部 费功夫 没想到杨菜间带着渣男 来到了好友打工的咖啡厅 一伙人 就这样很直接的碰面了 夏生再次无法控制情绪 想狠狠揍男一顿 但最后在店主的劝说下 一伙人心灵气和地坐下来聊天 夏生指责渣男 有妻子 还这样做 对得起两个女人吗 谁叫渣男的公式 更加牛逼 他先是主动承认自己勾引了杨菜 然后还假设说自己离婚的话 夏生会不会祝福这样的话 先不说夏生如何反驳 光是这套左和拳 就让杨菜听得满脸羞红 果然 他是爱自己的 就在杨菜又要掀怒爱情的漩涡时 刘依二话不说 一杯水泼了过去 然后愤怒地离开了店里 夏生担心刘依也追了出去 看到两个小孩的表现 杨菜对家人非常看重 他也决定为了两个人 放弃这段感情 但是现在 没有人打断达男的公式 他直接抱住了杨菜 让他尊重自己的想法 不要在乎周围 一切都会变好的 隔天就是夏生母亲的记者了 可是不管是夏生还是刘依 都对杨菜有了一种疏远感 独自去墓地的夏生想到了过去 如果妈妈还活着 会怎么样呢 思绪还会从过去切断 就听到了杨菜和刘依的声音 杨菜到处的自己和渣男 最后还是分手了 因为渣男是自己的初恋 他一直无法狠心放下 即便半年前就已经猜到 渣男离婚的话 是哄骗他的 可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现在 他只有刘依和夏生对他来说 更为重要 所以 他应该放下过去 好好生活了 一伙人就这样重新和好 本来以为一家人就这样平静的生活 可是谁知刘依新交的朋友小桃 却闹出了新的风波 因为对方主动给了刘依一只娃娃 所以刘依并和对方当上了朋友 但是伴侣的同学 看到这个娃娃却赶紧弄掉 说 会被诅咒 还让刘依最好离小桃原店 不过刘依的性格注定 让他不为和小桃 就这样闹掰 心知口快的刘依当天就询问 小桃恋爱经验 真的像传闻中那么丰富吗 对方也很痛快的回答 大概有三十个吧 不过没有脚踏两条船 并且分手的原因都是男生有错 看来传闻说的并不是那么准确 刘依不在乎那么多 后来两年在书店碰到了夏生 只是短暂的相处 小桃就询问刘依关于夏生的信息 还直接的说 可不可以喜欢夏生 如果刘依也喜欢夏生 那就很尴尬 所以他得问一下 扭掰呀 高级哦 刘依的性格让他的回答注定是无所谓 所以小桃立刻展开了对夏生的猛烈追求 没过多久 就带夏生回到家里 主动要求发生关系 虽然夏生知道这么做不对 但是为了能够让杨菜在他心中的情感消失 他认为是有必要这么做的 可是在看到小桃手腕的割腕伤痕后 他就突然放弃了这个想法 而是去超市买了食材 做了饭给他吃 这个举动让小桃感动的哭了出来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吃饭 为了寻求安慰 带着蓝人回家 可是 每一个蓝人都是想要占有他 从没有人会像夏生这般问候 最后夏生还是没有和小桃在一起 可是让他有需要的话 自己还是会出手帮忙的 你好坏啊 我好喜欢哦 生活就这样再次陷入了平静 直到一次和刘依来到了文学部时 却发现了一个文学老师和学生Kiss的画面 并且对方还发现了夏生的存在 而刘依也因为小桃的主动 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夏生 这该死的情感到底要如何安排 片名 加油女友 这部神奇的饭剧一度刷新我的见识 这世上真会有种巧合吗 不过各种环转也当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一集两集三集根本停不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纯情老师仅会做小三 不过最后也可以洗白 是因为初恋 而不是因为洋菜 水性洋花 果然渣的还是男生 女生只是恋情 不肯放弃 但不得不说那个渣男是真的够渣 看到这里 如果夏生必须在姐妹中选一个人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 希望是谁跟夏生组成的棋皮呢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